我變個魔術給大家看 大家好,我有一個消息要告訴你們 就是我快要搬了 大家好,歡迎收看耳之大國際 因為這間房改了格局之後 一直沒有拍給大家看 今天就是拍這個最後的Womb Tour 就是要搬了 之後的動向是怎樣呢? 就在我介紹完整間房之後 再跟大家慢慢說 在這個時候就請我另一位經紀... 經紀... 大肥! 其實真的很變態 他怎麼這麼久 至於為什麼我們兩個在穿這件衣服呢? 你們不要問 你們真的想知道就看看我上一句被困的影片 300元買的那兩件衣服 沒理由不出鏡的 這兩件東西在那條影片中 我有問過大家要不要的 其實在留言中看到大家 也有人說要的 但是說真的到IGDM 一個也沒有 你們這個假頭錶是很帥的 很聰明的 我認同 我認同 黃 原味 對啦 再不認同的話 我就拿去捐 收到那個小朋友或收到那個人會很不開心 會很不開心 哈哈 我們出發 大家好我是經紀真 經紀真 看看樓盤 沒有間房子 試試正正包 這個位置 之前的Womb Tour已經拍過一次了 但是改了格局之後就是這樣的 當然房間的尺寸不會有變 但是裡面的東西就變了 好了 那先介紹這個位置 我房間的這條槽 是用來做... 你拍下一點點嘛 大哥 不是 不是 你拉遠一點點嘛 不是 你這樣是沒得掉 你這個人拉遠一點點啊 朋友 這個槽位 什麼都放不下 那就不要浪費了 用來放腳架啊 燈架啊 然後就過來我這張桌子 上次其實在問你服不服那條影片 就已經... 我把鏡頭追上了 就已經介紹過這張桌子 但是因為有一點器材更新 我就告訴大家 我轉了什麼 為什麼這麼過癮呢 我拍下你的螢幕 你這些白色的位置 會自動間跳 噢 這些叫Zibraman 就是曝光太過勁了 我以為是防偷龜的... 我以為你可以設置這部機 不過你的樣子好黑 這麼大謊? 你開到我光照著自己的時候 你的樣子撕破了 第一樣要介紹的新東西 就是這個... 麥克風 這個麥克風 如果大家細心留意 發覺和之前不同了 這個就是Elgar的途出 為什麼我會轉了做這隻呢 就是因為他跟之前那隻比 之前呢 就是這個 健身環 你拿去健 這個就是... 我叫它的名字叫燒車站 因為是燒車留給我的 然後就去了台灣 其實這支麥克風 轉成Elgato的麥克風 因為一套 然後覺得很漂亮 所以整套都用了 這不是螢幕嗎? 這個是螢幕? 因為我看到下面有燒燈 我以為整個都是那些 晶體顯示的網 HOLY SHARE 我放這個螢幕會看什麼 我... 啊!繼續 那然後呢 拍一拍這裡 這裡是很重點 為什麼會轉用這隻? 因為它出了一個這樣的位置 你可以整條線放進去 如果不是的話 這條線就... 吊吊吊吊 好啦 上一次 問你服不服的影片 大家看到我的搖是不是亂放的 這次終於都賣了一個遙控架 就可以整齊放在這裡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 燒香那些座 是我問阿花生給過我的 因為花生近來很喜歡點香去冥想 那我自己就純粹因為很喜歡燒香的香味 但是我每一次在家裡說完之後 都會被人罵 正常啦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我當然知道 但是真的香的 那接著就去到 Keyboard Keyboard我轉了Cross Air 本身來說 它跟我以前的鍵盤的用途 其實差不多 但是它多了就是多了這個滑滑 這個滑滑可以設置其他東西來 例如 開了一個browser出來 你平時想放大縮小的話 用這個滑滑就可以了 那若然你只有一個手可以操作電腦的時候 就可以不用按下我的操作了 那你直接滑一下 我覺得挺有趣的 但是我挺怕你問我 為什麼你要單手操作電腦 如果按中間的話會不會變東西的 會啊你不要按 會變什麼 我忘記了 我只設置一個 另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看中了它這塊東西 這塊是超舒服啊 若然你做了一天躺在桌子上 是很昂貴的一件事 Mouse我也是用Cross Air 其實我是一套這樣選擇的 我知道你一定會問 為什麼這個年代用有線Mouse 就是我其實 已經試過很多次剪剪片的時候 突然之間Mouse沒有電 這個那麼傷心的情況 我不想它再發生 我就用了一個有線Mouse就算了 之後就到這裡 這裡也需要看一看 要來工作動力 重新介紹一次 然後就是這一盞 都是Algato出的Kilai Air 為什麼我會用呢 就是因為以前做直播 那時候我特地設置一盞燈在這裡 因為沒有位置 然後現在有一盞座桌子 可以放在這裡 它就可以直接射 我設置一盞燈就能做直播了 我知道我很久沒做直播 但其實我是很想做的 選擇它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它這個Soft Box是做得很好 你看不到任何燈點 因為如果你隨便找一盞燈去打 其實那些光都會太過黑 你臉的光就太硬 其實就沒那麼好看 它的Soft Box就做得很好 接著我們可以過來這個位 這個就很明顯是儲物位 超多個層架 那些層架全部都是有三粒裝去製作 對 所以這個木框是買的 但是這塊板是加上色和鋸出來的 軟過的軟過一鑊的 現在弄好嗎 你當然弄好後才會這樣 我不知道 我也衰的 你看我勾了多少東西 你貼了兩字 對 但我想知道 你放這雙鞋在上面是甚麼目的 我猜到你會這樣問 因為這雙鞋其實有點貴 我很怕潮濕會發霧 所以我放在那裡長期的通風位置 就在那裡供奉 然後我們先回到這裡 這個就是本人的口罩箱 裡面就有不同顏色的口罩 這裡就不進入了 好像零食櫃多一點 甚麼零食櫃啊 你吃掉了 然後這裡就有一堆日用品 上面的層架就是一堆Figure 對上面還有一個IC 這兩支是JoyJoy回來香港之前送給我的 然後還有我妹妹的第一支CD 這裡就是鞋 旁邊這個大家沒猜錯 就是我剛才怕潮濕水的防潮箱 不如放一支吸濕大病醬下去吧 又塌了 然後這裡都是GEL頭用品 Cream 香薰那些 弄得我整個女生一樣 就拍這裡 這隻毛公仔也是Joy送的 然後這裡就是 GEL頭出化妝前的動力 這一張 這一張是我和Joy在很早期拍的 一張職職友 我們要的小信物 全部都收在這裡 雖然你可以看到電芯在這裡 因為我房間沒什麼位置 啊 我要跟大家說一說 這個 我變個魔術給大家看 我看它十幾元很便宜的就買回來 其實它真的可以當一支棍子用 還挺硬的 其實很硬的 你想來看看自己的頭 這個位置就是我的小小充電位 請過來 這個小小的充電位就是充相機電 Apple Watch電 這個固定是怎樣固定在牆上 其實是用一些... 會不會太近 我不知道 你猜一下我是沒有化妝的人 你猜一下 我真的需要跟大家說一下 初初就打算看示範圖 覺得這場子挺漂亮 怎麼知道貼完之後 加圖四盆 開始口供房了 然後就到衣櫃環節了 最上面的格是放袋 放衣服 然後旁邊又有一些日用品 例如這個就是... 脫鞋抽噴霧 我平時沒怎麼用 我不需要 這個就是防水噴霧 鞋子的 下雨之前就噴一噴 等半個小時 那就放心 但我是不放心 所有我自己覺得漂亮的鞋 下雨天都不會穿 然後有一個Joyce送給我的香水 放短褲 放長褲 我的長褲 的量是比較多的 真的 接著這裡 頸子 手繩 這裡就是T-Shirt 多到已經放不下的T-Shirt 就全部放在這裡 如果大家上次有看我情侶裝 襯衣片 就會看到 這裡多了一項 這裡 就是... 很久沒穿過的褲 扔了又好可惜 接著這裡 這裡就是襪子 入少了是內褲 洗澡毛巾 拳帶 沒用過的拳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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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邊 這邊比較誇張 全部都是外套 外套 衣服 那些 然後還有這個 就是我Joyce 上年 因為冬天怕我冷 所以就買了一個暖箭給我 多謝Joyce 這裡 所有買完的相機鏡頭 電子儀器 相機的盒子都放在這裡 為什麼我要保持呢 因為如果你想放二手 放出去的話 其實是很重要的 保持盒 沒有盒和有盒 是相差三個水 所以大家記得保持盒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批黑色的東西是什麼 讓我猜一下 好啊,你猜吧 原來猜不是... 隔壁面 不是隔壁面 是更加多沒有穿的衣服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我搬來搬去 這個其實真的是一個5.1的喇叭 但是呢 我沒有位置 所以我在做不同的事情 就要把它移來移去 好,回到這裡 我家的特色牆 這牆應該真的有很多特色 我把我所有的帽子 就全部都放在這裡 好,這個帽子震 特地為了之前做直播 背景可以更漂亮 就加了這兩條燈帶在旁邊 開 就是這樣 它可以變色的 關了燈之後也很漂亮 好,那接著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防潮箱 神假性命財產 就是在裡面的 然後這個呢 也是一些器材櫃 只不過就不是全部拍片事 例如呢 可能有些重要文件 就放在這一格 那裡面有個file 是之前搞事過的觀眾 或者是大家給我的一些信 一些圖 就全部放在這格 這兩個櫃其實全部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它只不過是 都是放器材 很高級的器材 一些interface 有個launchpad 一些舊的麥克 這一支不是錄歌 我又不是經常打機 到底有什麼用 其實最主要是上字幕的時候用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哥仔 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些大哥仔 然後就... 但是... 起碼整句出來之後慢慢改 那這一支結他 Ockman的不是我的 因為他那支結他 是整個studio裡面最漂亮的 那支木結他 所以我就... 整天都用 所以就... 放在自己的房間那裡 我想像... 我自己的一支 好像在他的房間那裡 我想像Ockman都忘記了這件事 我看他搬的時候 記不記得 放心我會提醒他的 如果他不記得的話 可能等他搬了之後才提醒 哈哈哈哈哈哈 接著這支結他帶 上次去一同拍攝的時候 一同的大家就送給我的一支結他帶 好了,這兩個 令到這兩個櫃箱的高度 其實不是櫃腳 其實是這兩個喇叭 這裡有兩個監聽喇叭在這裡 因為桌子不夠位 所以暫時先擱置了 還有最後一件事要介紹 就是這個景 我一定會很想念這個景 是不是拍到的 不要那麼近 這個景是... 超漂亮的 因為是看著貨櫃碼頭 而且很開洋 我自己呢 用這個場合大概三至四年 但實際 我開過這個窗簾的次數 未必多過... 40次 我想說呢 對著這個景 打飛機的 會令你有風味 因為我試過 哈哈哈哈 你是在說之前的 哈哈哈哈 大肥 我不想想知道啊 大肥 你不要嚇我啊 我這個景在我房間 我真的給不到反應 對不起 那接著就到了最後最後一件事 就是我房間 你看到我會放這些燈帶 當然有另一個模式 到底這房間的 之前很流行的日落燈 有一期 我覺得真的挺有感覺的 所以我買了一盞 就是這樣的 真的挺有感覺的 你可以拍到結他這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是不錯的 嗯... 那 之後就開始走火入魔了 進了這一盞的水波燈 很便宜的深水埗 60多元 一按 沒有的 啊 哪個off了它啊 我相信只有一個人會off到的 例如呢 EG大哥仔 這個就是... 為什麼大家會說我房間 成一個水族館的原因 那就是因為我覺得 開這些燈來看電影是很爽的 接著就到了這四格櫃了 那在我真的好屁股有空的時候 我就會... 將這些小燈這樣貼在這裡 那我之前有一個cover 就是用了這個背景來做背景的 這幾屁股... 那這個就是未變中二餅模式之前的房間 就是正常一間房間的燈光 麻煩大肥,射一射燈 就是這樣了 我想跟大家說的就是 其實燈光是真的可以改變很多mode 那如果大家想自己的房間有一點mode 其實是可以用燈光來幫幫忙的 那介紹完我的房間了 那這一個地方 其實我都在這裡活了三四年了 如果你說要搬的話 其實不多不少都會有點不捨得的 最簡單的就是 平時在這間房間一開門 通常就會看到大肥在那裡糾平的了 那現在就... 任賤 你想得任賤而已 那為什麼沒有一起租呢? 那最主要原因 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搬 那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第一 當然是頂不住租 二來就是大家都可能會有一個新的目標 那有人可能就會離開香港發展 可能有人會跟伴侶一起搬出去住 有沒有補充? 沒有 想裝RTV找我 你是不是瘋了? 反正也是 先買廣告 小弟的IG維持在28.5K一段頗長的時間 大家好心 小弟的IG維持在89一段時間 如果大家做好心的話 可不可以在我生日之前 幫我生日都還沒出 沒出 可不可以在今年 幫我衝破這個三萬大關呢? 這題我已經說完了 我也想上一萬大關 我想用那個功能 喔那個 貼連結功能 貼連結是可以的 sweat up的功能 我沒有的 因為現在都改了做按鍵 對 沒有啦 他改了我這個功能 你都享用不到 我一次都沒有享用過 你竟然不給我享用 是這樣的啦 我感覺到大家都會有點不捨得 但是 大家都應該會打從心底 認為 又不可能這樣去住一輩子 那所以就 那所以就 所以就 你真的瘋了 TV找到我 你真的瘋了 但是大家其實之後都搬得不算遠的 大家都是來來去去隔兩三條街 等他們全部都裝修好 我除了我自己的room tour之外 我還會把他們所有人的room tour 拍給大家看 所以你快點裝修完了 快點 之後我就拍下來 而我自己之後 都會再找一個地方租 本來我是想回家住的 但是因為 始終拍片是需要地方 所以就怎樣都會再租一個地方 裝修完之後 我就一定會再拍一個新的room tour給大家看 但是裝修的期間 有機會會變成一個星期一條片 大概會在一月中左右進行 到時候有什麼都會儘量告訴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到這裡 記得訂閱EG大哥仔 他就... 遲些好像說 可能將會再有個channel 我不知道他 不過他的確是受了很多挫折的 在Youtube那裡 所以就... 大家給他一點時間 就follow我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先吧 share我的影片出去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他有幫我裝修的影片 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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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